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贵源教授指控他什么呢 说在2022年5月21日王贵源就性骚扰他 同时是强制猥亵他并要求与他发生两性关系 王帝的实名指控视频差不多做了一个小时 第一时间就冲上了中国很多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不到24个小时人民大学的官方回应就来了 给予他的导师王贵源开除党籍的处分 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撤销王贵源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的任职资格 解除聘用关系 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 同时是把相关问题的线索反映给了有关机关 其实就反映给到了公安机关 再紧接着同一天7月22日王迪又透过社交平台做了一个回应 说事情发生之后学校学院非常关心他 担心他的安危 担心他受到二次伤害等等 然后呢他感慨说学校的从严重塑处理 他非常感谢 最后呢就是说他要重新投身到学习中去 等于说这个事是告了一段落 现在在王迪的社交平台上感谢信还是在 但是7月21日晚间58分钟之长的举报 王贵源的视频是已经被撤下了 接下去结合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讨论的热点 我们也做一些分享和交流吧 第一个就是说呢 王贵源被举报的这位教授 在中国的学术界还是名气响当当的 尤其是说在文科类 特别是在语言学界 不说王贵源是泰斗级的人物 怎么样也算得上一个标杆级的学者 不过眼见着这个标杆啊 是已经折了折断了 其实中国大陆媒体有消息就指啊 在王贵源得到硕士学位之后 他曾经比较短暂的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教 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有这个号这一口 然后被学生举报投诉到学校 不过在相关方面的保护之下呢 他是没有被追究 而至于王迪 他感谢人民大学 包括中国社交平台上很多人也是赞赏 人民大学的速度效率 其实有中国媒体人所披露的消息 在2022年5月份 也就是王迪自己提到的 他被王贵源强制猥亵之后 其实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他一直在透过学校 人民大学内部的渠道去反映问题 希望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但是其实人民大学是没有给他一个王迪满意的回应 所以才逼得王迪最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公开视频举报 因为在中国的舆论场 那如果说大家在中国生活过都会明白 敢于这样做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第二点啊 在中国高校里面 师生关系这个层面啊 别的我们就先不说 师生关系这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学生举报老师 第二个是老师去玩弄学生 或者说猥亵学生吧 等等 真的是两股歪风邪气 怎么杀都杀不住 像王贵源这样的情况啊 在中国的高校领域绝对不是个案 一方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一些媒体的报道 另外一方面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就在前段时间 我也是采访联系一个大专学校 这个老师啊 也是提到啊 学校有一个男老师是风流替躺 本来是已经有家世了 然后呢 和学生去发展两性关系 所谓的去谈恋爱 然后呢 欺负了女学生之后 他还厚颜无耻 在办公室分享一些细节 那有一些男老师 听的还是比较开心 但是有一个男老师 就是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啊 就是怒斥这个老师 不应该这样的 没有失德 没有功德 所以这个事情 当时在他们学校 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那个老师 也没有被处理 中国的这些高校里面的 比如说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都是成年人了 社会阅历是相对丰富 然后呢 学术作为也是相当了得 所以本来这些学生 对他们就是高看一眼 另外一点 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对于学生的论文 对于他们的毕业 可以说是生杀语夺 所以有一些老师啊 在这个中间就有了坏心思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共啊 对于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是长时间的进行高压的打击 国事眼见着是谈不了 政治眼看着也是触碰不得 所以这些有闲有钱的阶层 那很多精力啊 就花到下三路去了 其实现在不管是说 男教授去强制猥亵女生 那么女教授 也有说和男学生发生关系的 男教授也有和男学生 去挑逗啊 去猥亵的 哎呀 这个都是非常的混乱 7月22日 有清华大学的知名的学者 在社交平台上就公开呼吁 中国的高校应该建立 常态化的反性骚扰机制 其实中国高校 您看他的校风 校纪校规 其实很多都是有这样的规定的 但是没有办法止住 可以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吧 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 相关的规则还少嘛 但是中国的官员是前辅后继 没有了断 产生混乱的土壤 氛围在那里 所以很多机制 他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学生举报老师 看上去啊 和老师去调戏猥亵 学生他不同 但是在这个高压的政治环境之中 两个情况似乎又能够找到 他的共同的源头 第三点 现在讨论的也是很热烈的 就是这个事情会不会有反转 那么现在根据中国人大官方的表态 包括相关警方的说法 就王贵源想要翻转个身子来 是已经很难了 不过我还是得觉得呀 这个王迪女士还是不简单 第一点啊 她是在7月21日晚间公布长的视频 她没有选择在7月15日到7月18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期间来发视频 进行公开的实名的举报 如果说这个时间发 她肯定是上不了热搜 而且恐怕连视频发出来分分钟就会被下架 另外一点就长达58分钟的视频内容来看 王迪女士显然也是做了很精心的准备 包括音频的重要的节点 完整的没有剪辑的音频都是贴出来了 而且还特别提及啊 中国人民大学具有红色基因 也是国内顶尖的大学 它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 所以完全相信人大一定能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后面这几句话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呢 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 但是第一句话 中国人民大学具有红色基因 说一说 说者有益听者有心 人民大学的这些头头脑脑啊 想必也是很紧张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提到 王迪分享的视频之中啊 有一些交流 他的状态啊 看上去是比较的轻松 所以具体最后怎么样判定啊 还是中国的官方应该会有一个说法出来了 当然我注意到的就是 中国大陆有媒体人 非常资深的媒体人 主要现在谈到王贵源啊 并不是说为他辩解 主要是担心 王贵源被舆论审判 这位媒体人因为非常的资深啊 所以现在在中国社交平台上 被围殴被骂的是很惨 其中包括一些 法律人士 但是我觉得 从舆论审判这个角度 还是有必要再分享他的观点 他的说法 女人举报男人 尤其年轻女孩子举报 还是有一定身份的男人 会获得无数的舆论同情 即便是司法调查 也会首先有罪推定 假设被举报人违法 甚至是犯罪 这个时候 客观证据已经不再重要 往往是举报的女性表述就更重要了 他就表示啊 你看人大教授被举报事件之中啊 他说他不认为这位女性的举报 有更多的客观证据 他说 这个我指的是法律意义上所称的证据 可以给他人定刑事罪名的客观证据 他还补充说 除此之外 前几年的MeToo事件中 同样是女性口头就举报 然后呢 这些女性往往就被冠以道德的制高点 然后舆论迅速的跟进山峰点火 此时作为男性被举报者 未等自己自辩清白已经被舆论 支舍绞杀的干干净净 偷偷偷偷 这位美谊人还意犹未尽啊 就是说 如果啊 如果某位女性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或者在他人怂恿之下 故意诬陷一位德高望重 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性 那眼看着世俗的道德伦理 裹挟着舆论口水 让这位被举报人满满的就淹死 这个时候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怎么办 他说理论上这完全可以操作 并且成本很低很低 这位媒体人的说法 还是提供了一个视角 其实承接在哈的逻辑 现在就是王贵源 或者是说支持王贵源 了解内情的人士 现在很明显啊 他们的声音是缺失的 这位知识媒体人的说法 其实在目前这么多的讨论之中啊 他确实是比较超前的 所以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在社交场合 他被围殴 被骂得很惨 其实舆论场 不管是哪里的舆论场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在生活中 在现实里 你越牛 你越强势 你的收入越高 地位越高 那么到舆论场 他会形成一种倒置的效应 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舆论场 反而他是最弱势的 被口水要淹没的 被道德批判最严重的 很多人希望把他踩到脚底下 让他呢 永世不得超生的 就是这种生活中强势的人 所以呢 在这个案件中 案例中 就是王贵源 所以王贵源 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事件还有没有 我们不说反转吧 事件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消息啊 区别于王贵那边的声音出来呢 从避免舆论审判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给这一位知识媒体人 我得给他点一个赞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的时间 特别的还是有请您啊 要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 来支持我乐歌 来支持频道 谢谢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